回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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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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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在看 他在拆那个 他在拆那个 埋伏超商外的袁警等到诈骗车手准备收被害人的钱 立即冲进去限制行动 29岁的陈信车手 他自称自己是投资公司的员工 公司派他来收款 被害女子和袁警上演 季中季 成功逮人 诈骗集团在脸书发布一页式广告 架设假的投资APP平台 还故意以太达币虚拟货币交易 等到被害人以为赚钱 想赎回变现金 对方拿着现在5月报税季节 框被害人获利算所得税 必须先补缴税才能赎回钱 对方还列出了所得明信 甚至有试算金额的公式 算出了66万元的金额 想要再对被害人扒一成皮 要将获利赎回时 诈骗集团要求补上66万元所得税 孙女时惊绝受骗 5月报税季成了诈骗集团骗人手段 今年的确不少报税者只有提醒简续 没有收到纸本试算通知书 原因有三种 可能是去年用自然人凭证 电话认证过 或是用身份证统一编号 搭配线上的验证码 完成了申报手续 另外是用税额试算 而没有采用者 也不会收到纸本通知书 判断是不是政府发的简讯 你就要用.gov.tw 国税人员提醒 任何的简讯通知 连结网址都会有 gov.tw政府英文的简写 民众报税缴费时 可得多注意 别让诈骗有机可陈 TVBS新闻李战胜 高雄报导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